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帶來的影片時被我拖了很久很久很久的影片 台版美食服前20戰隊的傷態上級 上級是把前排戰隊的成員抓來填問卷 看看他們都是什麼樣的一群玩家 上級比較偏數據層面 下級的話會找戰隊幹部來做一些訪談 談談前20戰隊的運作方式之類的問題 最後這個影片是要幹嘛呢? 大部分玩家沒有帶過前20戰隊 對於前面戰隊有些地方會有一些誤解 隨便舉個例子 看過討論版上有的玩家覺得前20都是一群不用上班 不用上課的人在呆的 那麼這個影片就是來跟大家聊一下前20戰隊的實際情況 在開始前先說一下我自己的觀念 遊戲這種東西就是用來娛樂的 只要能玩得開心選擇適合自己的遊戲方式就好 只要在玩這個遊戲的過程中能感到快樂 我自己是不會對別人的遊戲方式說三道四 不過前提是不要對現實生活有什麼負面影響 像是借錢課金導致負債 或是每天玩都不睡覺這種會傷害身體的玩法 也希望下面不要出現什麼近前20就是被遊戲玩之類的言論 是啊 對有些人來說前20的遊戲方式完全不適合他 但對其他人來說可能就是前20的遊戲方式比較適合 所以說不要對其他人的遊戲方式指指點點 做好自己就好啦 接著說今天被作為研究對象的戰隊是 美食伺服器的黎明誠心戰隊 在一服是老牌戰隊 玩比較久的前排玩家應該都不陌生 這個戰隊之前的排名大概像畫面上這樣 從2020年1月就一直維持在前20的排名 在8月9月10月更是連三個月獲得前三排名 最後在11月初因為幹部太拚有點累了 加上有幹部要當兵去了 所以最後解散了 那麼 為什麼是找這個戰隊做調查呢? 當然是因為比較熟啦 這個戰隊我是從2019年1月待到2020年的2月 其中大概有當了半年以上的副隊長 最後會退戰隊休閒去是因為當時比較忙 加上休閒戰隊比較適合我的玩法 至於為什麼我幾乎不在影片中提議我自己戰隊的排名 以及擔任的職位呢? 因為我覺得拿名次壓人很幼稚啦 而且待在前面戰隊講出來的話也不一定是對的 那我只推薦就事論事 對的就是對的 錯的就是錯的 遇到爭議就單純就問題來討論 而不是在那邊比誰排名比較前面 不過這邊還是要吐槽一些怪怪的玩家 偶爾會在討論區看到一些怪人 說什麼前20戰隊的作業都藏很深 網路上有公開作業的都是二三流作業 以我自己來說啦 我不敢說我的戰隊戰作業每個都很深還是怎樣的 但今天的戰隊 移民誠信 在長期待在前20的同時 基本上每個月我平到的刀至少都有一刀會被採用 覺得網路上公開的作業都不是前20作業的人 只能說這些人毫無眼光 無法分辨作業的好壞 又或者說貶低其他人可以讓他們獲得優越感 覺得自己很厲害 那這種人真的是蠻噁心的啦 玩個遊戲還在那邊秀優越感 好啦 扯遠了 接著回到正題來看前20戰隊的生態吧 現在畫面上是我給他們填的問卷題目 但是他們填問卷的時候是10月 這個問卷我讓他們填完之後就拖了很久 所以有些題目是比較有時效性的 大家就自己轉換一下吧 首先是第一題 目前的戰力 好的 第一題就是有時效性的我的題目 現在畫面上的答案就是10月時他們的戰力 大部分人戰力都在220-240萬之間 不過對前排戰隊的成員來說 戰力不能代表什麼 只能做一個簡單的參考 在招生的時候頂多設個最低戰力門檻 其他就不管了 在填問卷的時候 戰力最低的200萬以下還有三個人 所以說戰力只是個參考 接著是第二題目前擁有的角色數量 當時的全婆是116 而最多人填的選項是111 也就是比全婆少了五個角色 跳過了五個倉管不抽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然後第三題 這題大家應該比較有興趣 是前20成員的課金量 這邊我問的是在前六月的平均課金量 畫面上比較大塊這塊綠色的 19.2%是每個月一到三千 26.9 橘色這邊是五千到一百 同樣26.9 紅色這邊是五百以下 然後11.5%那邊是無刻 這題我是還蠻有感觸的啦 以前在差不多2018 2019年限定連發的時候 那時候要維持帳號強度課金量真的是要比較高 而且各種資源都會比較缺 像是早期的公主星 應該很多玩家都很缺 而現在要維持帳號強度就比較不需要課那麼多了 現在變成佛星遊戲啦 除了我自身感受 我也舉一個實際例子 前面提過 我在黎明成星戰隊當了半年以上的副隊長 而副隊長要做的其中一個工作就是面試星人 在2019年是面試過幾個學生 面試問下來打刀時間OK 也會打刀 整體都沒什麼問題 問題是資源太缺 鑽石也不夠 也沒有錢課金 隨時會BOSS的那種 最後沒辦法 因為其他人條件更好 就把缺錢的學生給刷掉了 那個時候課金夠不夠在面試時是真的蠻重要的啦 現在就比較不會了 只要玩夠久 資源控管OK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 下一個問題 在現實中的職業 這個問題純粹是為了吐槽部分玩家在那邊說什麼 前20都是由無業遊民所組成的 拜託 到底在攻三小 問卷填的人有26位 這個問題因為牽涉到個人隱私 我有註明說不想回答可以不填 最後有20個人填了這個答案 答案就像畫面上這樣子 最高5人那個是學生 絕大部分人都是學生或上班族 不是無業遊民 OK 在下一題戰隊戰期間平均練一刀要多久 最多人填的答案是半小時到一小時 26.9%那邊是三分鐘以內 15.4%那邊是一小時到兩小時 再下一題 這題就有刺激了 感覺馬上有人要跳出來說這群人是被遊戲玩了 戰隊戰期間每天花多少時間在戰隊戰 最多人填的26.9%的5小時到6小時 第二多的是15.4%的8小時到9小時 這個真的可怕 第三多的是11.5%的7小時到8小時 不瞞各位說 當初會從黎明成星跑路那段時間比較忙以外 也有新黑即將登場毀滅戰隊戰體驗的原因 在新黑登場以後 前排玩家在戰隊戰要把刀打完花的時間真的會變多很多 但是獎勵沒有變多 就是一個加班沒有加班費的概念 加上要花的時間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我就跑路啦 這點要等五階段出了以後才會有改善 台灣玩家大概還要等三四個月 上個月日版前排玩家已經享受到五階段帶來的好處了 打到時間就縮短了不少 接著上一題 下一題問的是戰隊戰期間的每天睡眠時間 最多人填的46.2%這邊是5小時到7小時還算正常 第二多的是23.1%有兩個答案 分別是3小時到5小時以及7小時到9小時 另外有7.7%是1小時到3小時 這個時間有點短 有點傷身體 就嗯 幹不辛苦了 再下一題 戰隊戰期間有沒有撤肘 這邊撤肘的定義是廣義的撤肘 不管是無中生有把自己撤出來完整一刀 還是把別人作業做一個小小的優化都算 在26人的回答中 有參與撤肘的有12人 沒撤肘只當純刀手的有14人 在下一題 平均一天要打幾次的戰隊戰實戰 這邊指的意思是 只要進場打就算一次 不管最後有沒有實際出掉都算 前排戰隊一隻王通常會很多人進去打 最後最高傷害的出場 叫做篩刀 前排戰隊承認一天要進場打非常多次 而如果實際打完拿到補償刀 補償刀進場打也算一次 在這個前提下 這題最多人回答的是34.6%的6-8次 第二多的是26.9%的9-12次 第三多的是19.2%的12-15次 另外15次以上的也有15.4% 就非常的恐怖 好啦 以上就是上集的全部問題了 希望各位可以對前20戰隊的生態有多一些了解 看看有沒有哪邊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剩下訪談的部分就留到下集囉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